下面我们来看二十三体 是要求这样一个极限 那么这是一个N向何的极限 那么N向何的极限呢 我们在音乐里面讲过 比较常用的是两个方法 一个呢就是加B 一个是用定积分的定义 那么在这儿呢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用谁呢 大家看这个N分之一 我们在用定积分定义求 N向何的极限的时候 这个N分之一叫可爱因子 我们一般要往处提 这边已经提好了嘛 里面呢是N向何 那么里面这个N向何呢 你看这下线一上线呢 N分之一N分之二 那是不是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函数 1到X 然后呢 E负外方底到Y 那么把它定做F的话 大家看这个实际上是谁 F的N分之一 那这是谁 这就是F的N分之二 那这个是谁 F的N分之N解一 这不是就是这样一个F 在这样N解一个点上的谁啊 函数值 嗯 那 诶 有同学说 这只有N解一项啊 那么后面这一项呢 我也可以看再加一个谁 再加一个F的N分之N 那么如果是N分之N 上面就一 一到一几分 这是0啊 所以这是个0 我可以添一下 那你N分之一再乘上F在这N个点上 函数值得和 这是不是就应该等于F 然后在哪里的几分呢 N分之一 N分之二 N分之N 就是一 零一区间上的定几分 那么所以 这个题就好办了 那就是 这个呢 实际上就等于这个函数 在零一区间上定几分 那么这个函数本身就是 1到X E负外方底外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谁啊 雷次几分 那么这个雷次几分呢 你看先要对Y做 这个是不好做的 那所以我们就想交换次序 那这儿呢 交换次序 这个交换过程不去看了 一交换 就化成一个先X后Y 但是这个时候呢 注意先对X做 这是当常数的 这几分出来这个Y 所以最后里边做几分的时候 就是做Y亿负外方 那这个时候最后对外几分 就很容易做 立马就可以做出答案 所以这实际上是 一元定几分定义求极限 和二重几分里面 累次几分 的一种综合性的题目 这是我们要看的 第二十三题 下面我们来看二十四题 T居下零 求这样一个极限 所以这个凤母居下零 凤子也居下零 这又是个变上线 累次积分 那文员一般就想到诺贝塔 但是诺贝塔不好用 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T 所以我们就想 这个累次积分交换次序 希望这个T只出现在外面 所以呢 在这呢 把这个拿来做个交换次序 这是先Y后X 交换次序把它划成先X后Y 这个过程不在这看了 然后这一交换变化在哪里 就这呢 刚才两个地方都有T 这个倒数不好求 现在T只出现在这 所以这可以用诺贝塔 这个时候 这个凤子求导等于谁呢 因为这最后是对Y积分 所以一求导 这个积分号没了 把这个里边 所有Y的地方都换成谁 T 所以这个诺贝塔一用 底下就是6T五方 上面一用 就这个积分号里边 所有的积分变量Y的地方 都换成T 那么划成这个以后 这仍然是0比0 变上线 但是呢 诺贝塔仍然不好用 因为这有T 这里边也有T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一般方法就是 就是做变量代换 把里边T换出来 所以呢 就对这个积分 对这个凤子上这个积分 做一个XT等于U 就把它划成这样的积分 这个时候注意 里边没有T T租在上下线 把它带到这来 最后要算的极限 就是要算谁啊 6T的六方 上面是0T平方 赛影U方 DU 这个时候 诺贝塔法则就好用了 底下求导 那么底下求导 就是36倍的T五方 上面求导 把U用T平方带进去 再乘上T平方导数2T 赛影T方 又等价于T的四次方 五次方一消 最后是三十六分之二 那就是十八分之一 所以这又是一个 带有变上线 这种累次积分的一个极限问题 你看这个上一种常用的思想 一个呢 就是诺贝塔不好用 就交换次序 交换次序 能用一求抖 把它划成一元的变上线 划成一元变上线 我们就熟悉了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第二十四题 下面我们来看二十五题 要计算这样的积分 是先X后Y 但是注意 这是一X分之一 这个要对X积还是不好积 但是要对Y呢 就好积 所以在这呢 首先就划域 交换次序 那这段要划域的话 注意 这实际上是两个 你得划两个 那划两个的话 我们来看 这是先对X 那是划谁 X等于二分之一 还有一个谁 X等于根号的Y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限定左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X等于根号Y 这实际上也就是Y等于谁 X平方 这就是Y等于X平方 但是注意 这个X是从二分之一 到谁 二分之一到这个破误线 假如说 这是谁 这就是X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X从二分之一到破误线 但是Y呢 Y是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破误线 这个X要等于二分之一 带进去 对应的这个地方呢 Y正好是谁 四分之一 然后Y是四分之一到谁啊 到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呢 再画一个Y等于二分之一 这条线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它的X是从二分之一 到这样一个破误线 Y是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所以是这块区域 然后呢 再来看这部分 这部分呢 X从Y到根号Y 那么 X从Y到根号Y 那这个X等于根号Y 就是Y等于X平方 然后呢 还有一条线是谁 还有一条线就是Y等于谁啊 X 那么Y等于X这条线 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做一下 你看 这是二分之一 这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Y等于X那条线应该是过它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X等于Y 那么在这一部分的话 X从Y到剖线 这是左右 上下呢 这个是二分之一到一 那么大家注意 Y等于X跟Y等于X平方 这个地方交出来 这个Y刚好是谁啊 刚好是一 所以呢 它对应的应该是这块区域 那么这两个一加 最后实际上它的区域应该是这样一部分区域 就这个区域首先得搞清楚 这个区域呢 应该是刚才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这样一部分 所以整体上的区域就清楚了 这是线X和Y 如果我们把它划成线Y和X 都是从抛物线到直线 然后呢 X是二分之一到谁啊 这地方应该是一 所以我们把这个累次积分交换次序 划成线Y和X X最小是二分之一 最大是一 那么Y呢 就是从抛物线X平方到上面直线X 大家注意 这个对Y积分很好积分 然后把这个Y分别用X和X方带 下面这个就消掉了 所以这个内层的积分一做 最后就变成X乘上E再减这个EX 这个好做 X乘EX分布积分也好做 最后值就可以算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他让你算这个累次积分 他给的次序不好算 交换次序就好算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提醒和常用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25题 下面我们来看26题 要计算这个二重积分 积分域呢 是第一向前的正方形 但是这个题呢 特点就是里边有个绝对值 那我们知道 对跟一元定积分一样 带有绝对值积分 在一元里边分区间拿掉绝对值 二重积分就分区域拿掉绝对值 这个正方形区域从哪分呢 就从绝对值里边等于零分 那么绝对值里边等于零实际上是个单位元 所以呢 我们就把他这个基本域第一向前的正方形 用单位元分成单位元类叫第一 单位元类二 外叫第二 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这个绝对值里边 它在这条线上等于零 所以在这和这是横正横负 所以在这两上分别拿掉绝对值 好确定正方号呀 实际上在这个里边的话 你看X方加Y方是比E小的 所以这个绝对值里边是负的 那绝对值拿掉绝对加符号 而在这个外面呢 这个绝对值里边是正的 绝对值直接拿掉 所以第一步就是分区域分成第一第二 那么拿掉绝对值 在D上绝对值里边是负的 拿掉绝对值加符号 所以是1-X方-Y方 在外面这个区域上 第二上 那它就等于这个负极函数 这个绝对值里边是正的 直接拿掉绝对值 这就叫分区域拿掉绝对值 然后呢 这两个积分又怎么算 对第一个积分 因为它的区域是四分之一单位圆 这个区域适合极座标 这个也适合极座标 所以没说的 这肯定是用极座标 但这个呢 是外面这个区域 外面这个区域呢 是用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 这还不好算 是用极座标 极座标你也得分两块 所以这个呢 就是直角坐标 极座标都不是很好算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考虑 这块区域上积分 不要直接算 用这个背景函数 在正方形上的积分 减去它 所以你看 我们第一项 这个没有动 这个呢 直接算不好算 那我就算这个背景函数 在整个D 就是算它在正方形上 在减去这个上 但是实际上注意 这个积分和这个积分 这个幅画拿进去就是它 所以最后就得到谁 就得到二倍的 这个四分之一元上的积分 这本来就要算 乘个二 那跟算刚才是一样的 再加一个谁 这是D 这个是正方形上的积分 相当于把这个上积分 转化成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 直角坐标很好算呀 所以下面呢 就这个用谁啊 极座标算 这个用直角坐标算 那都非常简单 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 如果用极座标算 那这本就是一解入方 入底入 入是01 θ0二分之白 然后这个呢 在正方形上 直角坐标下算 所以你看 我们把它画成谁啊 画成一个直角坐标下 y是01 x01 后面用算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呢 就是二重积分里边 一种特殊类型的积分 背积函数带绝对值 方法 第一步 令绝对值比 等于0 用这个线把区域分成若改块 分的目的是在每一块上 绝对值里面是保持恒定的符号的 所以就根据它的正负 拿掉绝对值 然后分别算 分别算的时候 通常是两块区 你看一个好算 一个不好算 不好算的那个 一般不去直接算 一个迂回的方法 用大的减小的 这种题目很有规律 这就是带有绝对值的二重积分 在计算的时候 一些主要的思想方法 好 有个这个题 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来看27题 然后要计算这个二重积分 积分域是谁 是这个x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 y大于等于小于等于2 这是第一项线一个正方线 但是这有变化 变化是谁啊 变化就是 对积函数 是1和这个x乘外当中 质量当中取大的一个 那么这两个当中取大的一个 在这个区域里边 怎么找这两谁大呢 先化它俩相等 就是x乘外等于1 大家知道 这是个等轴双曲线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原来的这个积分域 我们这里先化域 你看原来的积分域 它应该是这个0202的正方形 但是这个质量当中取大的一个 所以我们先化谁啊 先化就是x乘外等于1 这是个等轴双曲线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 这两个当中取大的一个 那你在上面这个区域里边 这两个谁大 那肯定是x乘外大 然后呢 在下面呢 x乘外就变小了 这两张大的时间是1 所以最后就把它画成 因为这两个区域上表达式都不一样 在第一上 这个贝极函数应该是x乘外 在这个第二上 贝极函数应该是1 那么所以最后就算 这两个二重几分 大家看 在这个第一上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在直角坐标下 然后直接算 然后第二上 这个积分呢 不管你是线对y 还得线对x 也得分两块 所以这个分两块算 那么这个呢 第一上 大家看 我们直接化成一个先y后x 那么这个x呢 最小就是2分之1 最大是2 它的y呢 就从x分之1到2 然后后面这个呢 也是先y后x 但是得分两块 这一块呢 当x在0二分之1的时候 它的y是从0到2 那么当x是2分之1到2 就这一段的时候 它的y就是从0到上面的写x分之1 然后分别算这三个类似积分 那这个值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题的变化就在哪里 就是背积函数有变化 它是区这两个当中大的一个 那么所以 我们先画它两相等这条线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里边 大的就是x乘外 在这个里边 谁大 1大 这就知道这两个区域上 它的背积函数分别是x乘外和1 最后就算x乘外和1 分别在这两个区域上 这两个二重积分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27题 下面我们来看28题 这个第一呢 是x方加y方小语等于根号2 x大语等于0 y大语等于0 那我们一看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 这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原语 那x方加y方小语等于根号2 这假如说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根号2 然后呢 你看这个x大语等于0 外大语等于0 所以是一个四分之一圆 那么这个题的变化在哪里 这个1加x方加y方 这是表示那个取整函数 那么所以呢 这个取整函数 那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二重积分的计算 是要根据背积函数和积分域 选择方法 最常用的就是直角坐标 积坐标 要说这个积分域 比较适合用谁啊 积坐标 要说这个背积函数呢 也比较适合 所以我们就在极坐标下画类似积分 那么极坐标下画类似积分呢 大家看 把它先画成一个先r后θ 在这个区域上 在这个区域上 θ0到2分之拍 r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2方等于根号2 所以2等于根号2再开方 就2开四次方 然后x乘外 应该是2方 赛应θ 但是这个面积分域里边又有个2 所以这是2立方 里边呢 1加x平方加外方 实际上就是1加2方第2 但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看 实际上这个积分呢 这个赛应θ 可以拿到外面来算 但是里边这个地方算的时候 这个1加2方 这个取整 那注意 这个地方呢 它的2 是在0到2开四次方 那么所以呢 这个取整 这个地方就得分断了 如果 这个2 你看 这个2实际上呢 在这个0到根号2之间变化 那么0到根号2直接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2开四方 它这个地方呢 是 这个是比1大的 所以0到1 1到2开四方 这两段上表达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对2的积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要分区间 就是这个呢 到这一步以后 你看 就显成了 对θ的积分 乘上对2的积分 这个地方好算 这个直接一算出来 是2分之1 但是呢 这个地方注意 你看 它为什么要从01分 那么01的时候 这个1加2方 这个应该是大于1 小于2 一取整 那这个地方就是谁 就是1 所以这就是2的积分 但是当从1到它的时候 因为这个1加上2方 它应该是大于等于2 小于3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1加2方 一取整就是2 所以这就是2R的地方 所以就这个地方 要分区间 把这个取整号拿掉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两个计算是简单的 这就可以算出来 8分之3 这是用极坐标算 当然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用谁啊 也可以用直角坐标来算 那么如果用直角坐标算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也牵扯到 去掉这个的问题 去掉这个地方 这个取整号的问题 那么去掉取整号的问题呢 这个时候在这个圆里边 是x方加y方等于根号2 那么你加1以后 是不是要分这个 就是x方加y方 小于等于1 这个小于等于1 加上1它就小于等于2 但是呢 在外面这部分 那这个时候 2R加就大于2 所以对分两部分 因为它表达式不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有解法2 就是把它分成 这个地方的第一和这个地方的第二 第一是什么 那就是x方加外方 小于等于1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1加x方加外方 这个呢 是大于等于1 小于2 所以取整 这个就是1 所以这就是x乘外 但是在这一部分的时候 这个1加x方加外方 它是大于等于2 小于3 所以这个取整就是2 那最后就是算 它在里边这个上的积分 而这个2倍的xy 在外面这个环形率上的积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再往下做 你看 这两个 不管是里边这个 还是外面这个 都是用急坐标方便 所以这个呢 用急坐标 大家看 它的2就是0到1 0到2分之排 而外面这个是一个环形率 它的2是从1 到这个地方来 2开四方 然后分别算这两积分 照样可以得到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直接先处理这个取整 然后用急坐标 这个是直接用急坐标 就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处理取整 你不取整 不处理这个取整 你后面基本不好算呀 所以这个题目呢 实际上主要就是 倍积函数的一种变化 里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取整 函数 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需要看的 第28题 下面我们来看29题 要计算这个二重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域呢 是x解一方 加y解一方 小几等于2 这应该是个原域 然后呢 y又大于等于x 所以我们首先画域 那么这个区域画一下的话 大家看 x解一方 加y解一方 小几等于2 它应该是这样一个 偏心的这样一个原域 这个圆形呢 应该在111这个点 然后用那个 y大于等于x y大于等于x 但是这条线是y等于x y大于等于x 就是这个直线的上方 所以是这样一个 斜的一个上半圆 区域清楚了 函数清楚了 现在要算这个积分 那得选择方法 那么注意 这个背积函数比较简单 但这个区域呢 是个圆域 半圆 当然比较适合用谁啊 极坐标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用极坐标 那么用极坐标的话 我们采用先2后θ x减1 那么这2提出来一个 那边就cosθ减3θ 面积分别又一个2 那么θ呢 最小 就是这条线上的θ 四分之拍 最大呢 就是在这 做它的切线 那么这个角呢 应该是四分之三拍 然后2从哪到哪 从原点出发 影射线 应该是从0到这个圆弧上 那么这个圆弧上的2是谁呢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呢 你把它改写一下 那么改写一下的话 这实际上就是x方 加y方 小语等语 谁啊 小语等于这个2x 将上2y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左边呢 实际上就是二方 那么这个小语等于 22 然后是cosθ加sinθ 两边消一个R 所以这个上的2等于谁 2倍 sinθ加cosθ 所以这就是0到2倍 sinθ加cosθ 然后呢 我们看对R积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那应该是2的谁啊 立方 三分之一R立方 所以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三分之一R立方 上下线一带 那就是这个的立方 这个的立方 再往上对θ做 这个地方不是要乘上 它底θ吗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是要看出这一点 大家看cosθ 然后sinθ 底θ 是不是正好能凑谁 底的 sin加cos 因为这个球导刚好是它 这个球导刚好是它 所以就是看出这个cosθ 减sinθ 底θ 正好能凑成底的 sin加cos 你这是sin加cos 立方 这是底的sin加cos 这当然好差了 那所以原来数就四分之一 sin加cos 四方带上下线 最后得到负的三分之八 这是直接用几坐标 但是对这种呢 因为这是个原域 原形既不在坐标原点 也不在这个坐标轴上 也可以用平移将几坐标 所以这个回去大家可以自己试 那就是令谁啊 x-1等于谁 R乘上cosθ 这相当于就把几点移到这个地方来 那终于这个定线就变得简单了 这个时候 这个2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所以这个回去 希望同学们 这个我们高速讲义上也讲过例子 就是个原域 原形既不在坐标原点也不在这个坐标轴上的时候 平移加几坐标 这个方法也非常方便 这个留给大家自己练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十九题 下面我们来看三十题 要计算这样一个积分 注意 这给出是几坐标下的一个二重积分 那么积分欲呢 是这样一个区域 R乘大也等于零 小也等于second theta 所以先画这个R乘等于second theta second theta不是就是cosθ分之一 那这实际上是谁 R乘cosθ等于1 也就是谁啊 x等于1 所以我们画一条线 画谁 画x等于1 这就是x等于1 那么它的R乘呢 是大于零小于他 然后θ是零四分之π θ等于四分之π不是就是y等于x呢 这是y等于x 大家看是不是就这块区域 你看这个θ0四分之π R乘是零它之间 所以是这样的三角形 但是你注意 它给你的是极左标 你想建一个三角形 当然极左标不好用啊 直角坐标好用啊 所以我们把它画成直角坐标下 类似的 这个时候注意 这也多了一个R乘 这是R乘方sin theta 这个R乘方的这就是 面积为原点x的y 所以这应该是y 这里边呢 是R乘方cos2 theta 那么cos2 theta 实际上应该等于cos平方 theta 减sin平方 theta 但是这都有个R乘方 那么这就是x方 这就是谁啊 就是y方 所以呢 你看 它写成直角坐标下的积分的话 前面这个R乘算赢θ就是y 然后呢 这里边呢 1解R乘方cos方就是x方 加上R乘方sin方就是y方 所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函数 在这个三角形区域上的二重结合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三角形就直角坐标 好算啊 但是先对谁后对谁呢 你注意 如果要先对x 那这y是当常数 你看这个圆寒数还不好找 如果要先对y呢 这有y方 这不是刚好有y y是不是可以凑里边的尾方 那进一步这个y 也可以凑这个整体的尾方 所以应该先对y后对x 所以你看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先对y后对x 后对x x应该是0到1 y呢 应该是0到x 但这个时候注意 看这个y 我要对y几分 我说它可以直接凑底的 1减x平方减y方 这个时候 1减x平方是常数 这个求倍分等于2y底y 跟1分配到一起 刚好是这个y 所以 这个圆寒数就很好找 那么这样子的话 内层的圆寒数找出来 带进去 再算一个这个积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积分又怎么算 这是个一元定积分 第一项1当然好算 那就是1 第二项 这是2分之3次方 那2分之3次方就开方了 所以这个第二项 肯定做谁啊 三角带换 那就是x等于 sine t 那这就是1减sine方 cosine方 cosine方 2分之3次方 这就是cosine立方 但是dx又有一个cosine 那么就出来给0二分之π cosine四方 这个利用我们0二分之π cosine n次方的公式 那这个就应该等于谁 就等于四分之三 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π 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试题 叫它给你的是一个 极座标下的二重积分 但是区域画出来 这个三角形 极座标不好用 所以我们就想直角座标 那么所以最后 在直角座标下 要确定 先x不方便 先y方便 先y后x 最后这个积分就可以算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试题 下面我们来看31题 是要计算这个二重积分 其中这个积分域呢 d是由曲线 y等于负a 加上根号 a解x平方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偏心的圆 那么这个偏心圆呢 实际上它的圆形是偏在外轴的 这样一个复半轴 那么外轴的复半轴是这样一个圆 是这样一个圆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负a 然后呢 还有一个y等于负x 这个是y等于x 那y等于负x呢 应该是24向前的角平方线 所以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 y等于负x 那围乘的区域 就是这样一块区域 好 区域清楚 背极函数清楚 关键是如何算 那么大家看 要说背极函数 这出现x方 根号x方加y方 这又是x方加y方 那适合极左标 要说区域呢 也适合极左标 所以 这个肯定没说的 极左标 那么在极左标下的话 我们画了一次积分 这个凤母这个背极函数 就是根号4a方减2方 这个根号x方加y方呢 本来是2 但是面积运约里边有个2 算是2方 那这个θ呢 你看最小 就y等于负x这条线上 这是负四分之排 那么最大呢 就是0 所以是负四分之排到0 然后呢 这个2 它应该是从0 到这个谁啊 圆弧上 那么0到这个圆弧上呢 然后就把这个圆弧的 这个方程 把它改写一下 那么改写一下的话 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 x方加y方等于谁啊 这个地方应该等于负二倍的谁 应该是负二倍的这儿 啊 这个是负二a的谁啊 a的外 那么所以呢 这个最后一写的话 这应该是二方 那么这边呢 负二a 二乘上谁 赡影资塔 那边消除两urt 所以这个地方 二是零到负二a 赡影资塔 然后完了以後注意 这个要对2做积分 大家看 这个地方还不大好做 就是因为有这个根号 所以我们在这儿 可以令R 作三角代换 令这个R 等于谁 R 是不是应该定成 2A乘上赛隐的T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看 2A等于2A赛隐T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注意 内层这个积分 这个地方呢 4A方减去4A方赛隐方 那底下一减赛隐方 这实际上是cos cos平方开出来就是cos 然后呢 上面这个地方呢 应该有个赛隐方 第一 那这个第二这个地方 又一个cos把下面就消掉了 那么消掉以后呢 上面这个赛隐方 再用这个二倍角公式改写 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然后完了以后呢 上个线还得坏啊 那你这个地方 2要等于0 这个T等于0 2要等于负2A赛隐θ 那么这个T就应该等于谁 负θ 所以就画上这个积分 那么内层这个积分就好算了 那么把内层算出来以后 最后呢 就得到这个积分 最后再对θ积分 就可以算出这个值 所以回过来总结一下 首先把区域画出来 然后呢 第一步 这个地方应该用极左标 好定线 背景函数也相对简单 但是实际上内层这个地方 还不好直接做 因为带有根式 所以做这样一个变化 主要是为了去掉根号 根号一去掉 后面用算 就变得简单了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31题 下面我们来看32题 要计算这个三重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域呢 是x呢 也根号一加外方 与两个直线所为成 首先我们得画出区域 然后根据区域和背景函数 决定用什么方法 首先我们画这一条线 两边平方一下 我们得到x方等于1解外方 实际上就是x方解外方等于1 这应该是一个双曲线 但是由于这个x呢 它等于正的根号一加外方 所以只有右半只 就是右半只这个抛物线 那么这个呢 x等于负的根号二Y 这个是x的根号二Y 实际上是过圆的两条直线 所以注意我们画一下的话 这个呢 应该表示这个双曲线的这半只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是谁 这个呢 就是这一条 x等于根号二Y 这就是x等于根号二Y 那么下面这一条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移过去 这个x应该等于负的根号二Y 所以是由这两个直线 和半只双曲线所为成 区域 区域清楚了 背景函数也清楚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算呢 那我们在这首先看一下 这个区域关于x轴 是上下是对称的 那么就要求函数关于Y有结果性 所以我们把这个立方呢 给它写开了 那么写开以后 大家注意 这一项 它是Y的G函数 而这一项呢 也是Y的G函数 但是这一项是Y的O函数 这一项也是Y的O函数 由于这个区域关于x轴上下倍称 所以关于Y的G函数 这两项积分都等于0 而这两项呢 应该等于上面这一半上积分的谁 二倍 所以这一下就简单了 最后只剩下这两项 而这两项积分呢 又等于上面这一半上的二倍 而在上面这一半上 我们在直角座标下 就这个背景函数 先谁都很简单 但是区域呢 你要线对Y 你得分两块 但是线对X 一次就解决 所以采用的是线X后Y Y呢 最小0 最大1 X呢 从直线到双曲线 直线上X等于谁 根号2Y啊 这个双曲线上X 等于根号1减Y方 那么这对X积分以后 这是四方 这是平方 一代根号都没了 所以后面用算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题的关键 就是第一步 就是区域关于X轴 上下对称 函数关于Y 这四项都有机有性 然后根据这个机有性 最后画到这一步 然后呢 又得牵扯到直角座边向 先谁后谁 要背景函数 先X先Y都很简单 但是区域呢 先Y就不方便 线X方便 谁方便就选择谁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第32题 下面我们来看33题 那背景函数是X加外方 基本欲 X方加外方 小语等于2X加2万 实际上大家注意 这个区域是一个谁 X减1平方 加上Y减1括号的平方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不是就多了两个意向加 所以这是小语等于2 那么这个区域呢 它应该是一个谁 就应该是一个中心在11 这个地方的一个偏心的圆 就是圆形在11 但是它呢 这个圆是过坐标圆点的 这种情况怎么算呢 要是这个区域比较适合用极坐标 但是如果直接用过去极坐标 对这种 这个圆形既不在坐标圆点 也不在坐标轴 往往不大方便 那么所以一种办法就是平移加极坐标 当然还有平移加极坐标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平移 一个是极坐标 所以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先平移再用极坐标 那就说我们令X减1等于U Y减1等于V 那么这样子呢 做这个变量代换以后 这样一个圆在UV坐标系下 你看这是在XOY坐标系下 是偏心圆 但是在UV坐标系下呢 它就是一个中心在坐标圆点的圆 那么这个圆域 那不管就是对坐标轴而言 有对称性 那对两个变量也有对称性 所以这个时候 就把它都通通换掉 那你这X就等于谁 X就等于U加1 Y呢就等于V加1 然后就在这个上做几分 那么这个上做几分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区域 关于两个坐标轴都对称 注意这是U的记函数 要求区域关于V轴左右对称 它确实对称啊 所以这个就等于0 然后完了以后注意 这地方应该出来是V方加2V加1 这个呢 又是V的记函数 那它有关于U轴上下对称 这个也等于0 然后这个1这个1 两个1加就是2 2积分就是2乘这个圆的面积 圆的面积派R方 R方是2 所以面积是2派 乘上2四派 最后剩下个V方 但是单独算V方在这个上算 也不大好算 谁好算 U方加V方 由于这个圆呢 关于U等于V是对称的 所以它就想单独算V方 跟单独算U方 这两指是一样的 谁好算 U方加V方好算 所以V方的积分 是不是就等于二分之一 U方加V方 在这样一个原语上 算这个U方加V方 是不是直接用极坐标 很快就可以算出这个值 所以这个解法呢 就是先做一个谁啊 这是做了一个平移 然后后来又谁啊 加了用的是谁 极坐标 那么除过这个解法 那当然也可以有解法二 就是平移加几坐标 那我们就直接令 X-1等于谁 Ru cosθ 然后呢 Y-1等于谁 Ru sinθ 这个请同学们会自己做 照样可以做的比较简单 因为这种思想 在我们讲课和讲义上 有例子 就是原心既不在坐标原点 也不在坐标轴的时候 这种原域 用几坐标的时候 这就叫平移加几坐标 无论就是这是分两步走 先平移再几坐标 这就是平移加几坐标 一步走 这就做这类题 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十三题 下面我们来看三十四题 要求这样的二重积分 这个D呢 是由X方加外方等于4 这是X加一方加外方等于1 所为成的平面区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呢 就是这个大圆 X方加外方等于4 这个呢 是一个偏心圆 偏在X轴 复半轴 那它两家的 就是一个阴影部分 然后要算这个阶段 这是下面另外一道题 先不去管它 那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要说这样一区 是两个圆尾程 我们就想到了几坐标 但是几坐标直接用 你在这个阶上定线 不管是先Ru还是Hoseta 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呢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 先看这个 这是Y的G函数 那么然后注意 这个区域呢 它关于X轴上下是对称的 所以这一项基本是等于0的 然后呢 这一项 它是Y的O函数 这个区域关于X轴上下对称 所以呢 它应该等于上面这一半上积分的谁啊 积分的二倍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呢 本来它应该等于大圆减去谁啊 这个小圆上的积分 那么用大圆减去小圆上的积分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 实际上它在处理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那么也就是注意 这个大圆 它是关于Y的X上下对称 所以这个等于0 小圆呢 也是对称 这个也等于0 然后最后就剩下 这个和这个 在大圆上积分减去谁啊 小圆上积分 那么这个在大圆上积分 可以直接算 这个在小圆上积分 也可以直接算啊 它是这样拆开 用旧性啊 用刚才那个思想也能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这个大圆上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是积减数 又关于X轴上向对称 那个等于0 那么 这个看 这个等于0 这个呢 在大圆上直接用极左标 那这里边是2 面积又有个2 所以2方 2从哪到哪 大圆是0到2 θ0到2排 然后这个呢 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Y是积函数 它的区域是关于X轴上向对称 所以 这个就等于0 这个呢 用极左标 那么这里用极左标的时候 注意这个圆 它的θ的角 这个是最小 这个是最大 这最小 这是2分之π 这多少 2分之3π 所以是2分之π到2分之3π 然后呢 这个ρ是从0到圆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方程改写一下的话 那么大家看 左边就是X方加Y方 两边把E消掉 这个应该等于是 负2x 所以这个写出来是 ρ方等于负2ρ 然后是cosθ 所以ρ就等于负2cosθ 所以它的ρ是0到负2倍的cosθ 然后这是2 面积运源又有了2 所以是二方 后面计算就比较方便 那么这样子 这个积分值就算出来了 它主要用的是 机有性和极左标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第34题 下面我们来看35题 要计算这个二重积分 这个D呢 是由Y等于根号X Y等于根号X方之一 即Y轴为边界的无界区域 现在把区域确定下来 好那我们在这儿来画这样几条线 你看一条线呢 是Y等于根号X 实际上这就是谁 X等于根 X等于谁 Y平方 这个po线的一个半值的po线 那Y等于根号X 应该是这样一个半值的po线 这是Y等于根号X 还有一条线 Y等于根号X分之一 余同学说这是什么曲线 那我们想想 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Y等于X分之一 实际上我们一想 它跟它是完全类似的曲线 所以这个时候的应该是这样一条曲线 你看X就像0 它就像无穷 X就像无穷它就像0 这就是谁 Y等于根号X分之一 然后这条纹尾起来 还有个Y轴 所以这个区域是谁 应该是这一部分 你看这就是这两条线 和Y轴围成 这是个无界区域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算呢 那我们来看 在直角左边下 这个呢 如果要线X 你得分两段 如果线Y呢 一次就解决了 线Y后X 后X这个X是谁 这样一想的 那么可以得到 这个X是等于1 所以呢 X是0到1 Y是不从这条线到这条线 也就是根号X到根号X分之一 所以我们把它画成 类似积分 先Y后X X呢 0到1 Y 那应该做平行与外轴的射线 它呢 是从这条线近 所以它下线是根号X 从这条线出 所以上线是根号X分之一 对外积分 这个地方就是2分之一 Y平方 所以那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这个Y平方 分别用根号X分之一 和根号X带进去 就得到这样的积分 这是给一元定积分 这是指数 这是多项式 那么这种呢 一看就是分布积分 把EX凑进去 分布积分一次 所以这个第一项出来 就是EX1减 这X平方 减去 EX出来 这个求导 这求导是 负2X 负号就变成正号 二分之一也就没了 这个呢 大家知道 也是个分布积分 有了熟的工具 都不用分布 就写出结果了 结果就是 EX减谁啊 EX 带上下线 你不熟悉 你分布积分 你也可以做出这个结果 最后就得到 二分之一 所以注意 这是个无界区域上 一个二重积分 那么做的时候 首先还是第一步 就是画域 画出域以后 因为你决定方法 是根据背景函数 和区域的特征 来决定 最后选择了 一个直角坐标 像先对谁啊 先对Y 后对X 它比较方便 但是要先X 后Y 对方两块 那就慢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第三诗五题 下面我们来看 六缸三六 是这样的道题 它是要计算一个 累次积分 也是先入 后θ 但是它这个次序好算不 如果对肉积分 大家注意 这有入平方 这个地方也有入平方 你看这个直接算 是不好算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想 那交换次序 会不会好算呢 这当然是一个 常用的思想 但是你要交换次序 你先对画域啊 那如何画域呢 先看它是先对入 所以要画这两条线 那一个呢 就是入等于下限 零 这就是坐标原点 另外一个就是入等于上限 二倍的 sine in theta 这个在直接坐标下 大家比较熟悉 两边同乘入 左边就是X平方 加Y平方 那么右边呢 就是二万 所以呢 这个要画一下的话 这个应是个偏心圆 它应该是偏在外轴的正外轴 圆心应该是在01这个地方 就是偏在外轴正半轴的 这样的偏心的圆 然后注意 它的θ是四分之π到四分之三π 那我们知道 θ等于四分之π 实际上就是第一向线的角平方线 这就是Y等于X 这就是θ等于四分之π 那么θ等于四分之三π呢 是第二向线的角平方线 实际上这条线的方程 直角坐标方程 是Y等于-X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这个区域呢 是这样的偏心圆 和两条直线围成的 那么大家想 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 如果你要把它画成 先θ后路 这个也是很复杂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区域在直角坐标下 你看有个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区域是关于 这个Y轴左右对称 那我们知道 如果函数关于X有旧性 那这个问题就会别的简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的背景函数是什么 大家注意这个路方 其中一个路就是 面积维员里边路 把另外一个路拿到这儿来 乘到前面 那这就是Y 入乘cos就是X 这里边路方三一方 这就是Y平方 所以呢 你看 它在直角坐标下的话 区域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对称区域 背景函数 就是Y加X 根号E加Y方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区域是关于 Y轴左右对称 它要求函数 关于X有旧性 此时我们看一下 这一项 最复杂的这一项 就是X的G函数 那么 所以这一项基本就得定了 就只剩下第一项 第一项在这个区域上 要直角坐标下算 不管你是先对Y 还得先对X 你看都要分两块 怎么做会更简单呢 还是注意到 因为这个区域 关于Y轴左右对称 而这一项呢 作为Y的函数是G函数 但是作为X函数 什么函数啊 O函数 既然它是XO函数 区域关于Y轴对称 它就等于这一半上 基本的二倍 但是这一半上 我们要算的话 要先X 是要分两块 但先Y 一次就做出来 所以 就是根据旧性 第二项等于0 第一项等于一半上的二倍 而这一半上 采用先对Y 后的X 所以呢 大家看 我们就把它画成二倍的 右边这一半 采用先Y 后X 那这个X呢 0到最大1 而外 从下面直线 X到上面圆弧 上面这个圆弧 把外界出来 是1加 更好1解X方 然后再往下走呢 你看 2Y底Y 那这圆寒数就是Y平方 带上下限 所以01积分 里边就是上限的平方 进去下限的平方 然后把这个乘开 重新整理一下 可以画成这样两个积分 一个是012解2X方的积分 我让大家知道 这个比较简单 另外一个就是 2倍的01跟好1解X方 这个如果要直接算 还不太方便 但是呢 根据谁啊 几何义 我们知道 这个应该表示 单位圆在第一项下的面积 所以 它应该是四分之拍 乘上二 应该是二分之拍 所以具体算一下的话 第一项 四分之三 第二项 二分之拍 所以这个题就做完了 回过来总结一下啊 你看 这个题 给你的是一个 极左标下的 累次积分 先入 后随大 那么 我们一看 在他给你的这个次序 不好算 所以我们第一想法 就是想了交换次序 但是你交换次序 你也得化欲啊 化了欲以后 后面才发现 极左标下 要是先C卡后入 也不方便 那自然要考虑 直角左标 而直角左标的时候 主要是注意到 这个区域 它是关于外轴左右对称 所以 这个时候 注意利用一下机偶性 那么后面的用算 就别太简单了 这就是整个这个题的一个思路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36题 下面我们来看37题 要计算这个积分 变成已经化成类似积分 你还是先对Y 后对X 但是我们来看 你要先对Y做 好做吗 你看这是外方在这 虽然就不好算 那么不好算 我们自然想的是 第一个就是交换次序 好 但是你交换次序 你得化欲 所以我们这种化 这样的桃线很关键 一个呢 就是Y等于X的绝对值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Y等于1 加上 根号1-X的平方 好 我们一块来画一下啊 你看 Y等于X的绝对值 那我们知道是这样条折线 就是这个 Y等于X绝对值 应该是这样条折线 实际上是Y等于X和Y等于负X 然后这个呢 这个实际上是个右半圆 是个上半圆 那么是一个偏心的上半圆 这个移过来以后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X的 它是这个X平方 X平方 加上Y减1 这个平方等于1 这样一个偏心圆 圆心呢 是在01这个地方 这样一个偏心圆的 这个上半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 它的Y是从下面这个直线 在上面圆弧 而X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的 负1到正1 实际上你注意 你把这个地方 Y等X带到这个地方来 解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正好是正1 好了 这个区域就清楚了 刚才是先Y 后X不方便 如果把它画成 先X后Y呢 那么大家注意 先X后Y 被自己函数 要比刚才简单一点 因为这呢 X可以凑点X方 拿一个 上个X方 但是你注意 这个要先X啊 那你得分两块 所以呢 我们一看 也不是很好算 那么这个时候 自然考虑直角坐标 而注意这个区域呢 它是在直角坐标下 它有对称性的 那就说这个区域呢 是关于Y轴对称 所以函数如果关于X有旧性 就变简单了 事实上大家看 第一项 X立邦乘后面 显然是X的基盘数 所以这一项基本就等于0 而只要算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呢 如果在这个区域上直接算 先Y也好 先X也好 都对分两块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到这个区域 该由Y轴左右对称 但是第二项呢 它是X的O函数 所以它应该等于 这一半上积分的二位 而在这一半上呢 我们怎么算呢 如果用直角坐标 那显然不好算 根号X方加Y方 所以这个右一半呢 从函数角度看 适合用基坐标 从区域角度看 也是很用基坐标 所以 就是把第二项 画成二倍的这一半 然后用谁啊 基坐标 所以你看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根据旧有性 知道第一项等于0 第二项等于二倍的一半 而这一半上呢 用谁方便 用基坐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二 面积元里面有二 所以是二方 θ最小四分之π 最大外轴上二分之π 那么这个二呢 从哪到哪 从原点处方影射线 从0到这个 那么这个呢 你实际上把它改写的话 因为这个方程写出来 就是X方加Y方 等于谁 二万 所以最后是二方 等于二R 赛用θ 所以R就等于 二倍赛用θ 那么所以呢 它到R是 0到2被赛用θ 然后 这一积分 类层积分做出来 最后就化成 四分之π 到二分之π 赛用的立方 这个积分 但是注意 这不是零二分之π 如果是零二分之π 可以用我们那个 零二分之π 赛用N次方的公式 但这个不行 那怎么算呢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拿出来一个赛用 它可以凑写 第一 cosθ 我会前面加个符号 然后剩下一个赛用方 那么赛用方可以形成 一解cos平方θ 所以这样子很快 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用算并不困难 那么最后算一下的话 得到答案是 九分之二十倍的 更好二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大家看 就是我们有那么多方法 但是拿到题目每一步 就是要零或使用方法 那么这个每一步 方法要选择的恰到好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才能变得简单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第三十七题 下面我们来看 38题 ft等于 这样一个累次积分 大家注意是 先对y 后对x 注意它的上限 两个上限都是t 所以这个积分出来以后 应该是t的一个一元函数 它让我们证明 这样一个一元函数 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 这个函数值 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二分之一 也就证明这个一元函数 在这个区间上函数值 介于这两个之间 那我们想 我要证明它介于这两个之间 我是不是要求出 它的最大最小值 最大最小值 如果介于这两个之间 它当然介于这两个之间 所以我们就想 要求最大最小值 我们这个应该 求导数找注点 但是呢 大家注意 这个要对t求导不好求 是因为 外面这个线和另一层 这个线都有t 这种导数是不好直接做的 但是如果这个t只在外层 这个我们见过 我们就能做 所以 我们就想 累次结婚怎么样 交换次序 因为这个累次 这个也不好算 如果这个内层 这个好算算出来 它化成单结婚也可以 但内层也不好算呀 但是再注意到 你看它背景函数是 y的一元 如果你交换次序以后 先对x内层就算出来了 所以 我们在这儿呢 得交换次序 那么要交换次序 首先得画域 根据区域 然后重新定线 好 那么画域呢 画什么 你看y从x 所以我们先画y等于x 这是这样一条线 然后呢 y等于t 我们假设在这边t大一点 y等于t呢 应该是这样一条线 y是从x到t 那么x呢 是0到t 所以刚好是这块区 那么在这一块区上 交换次序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上重新定线 那么大家看 把它画成一个 先x后对y 那这个后对y呢 就最小 0到最大t 而x呢 就是从0到y 所以是0到y 那么这个一交换以后 大家注意 先对x做 而它的背积函数 仅仅是y的一元 所以 这个类层 基本就做出来了 那就是背积函数 乘上上线 减下线 所以 就把它画成个 变上线定级分 那么现在就成了 求 这个要证明 这个变上线级分 定级分 定义的函数 它的函数值 这两个之间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想求 这个一元函数 最小值最大值 当然 这个要求的话 本来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上求 但是注意 这个求最大最小值 如果能把范围缩小 你的问题可能变得简单了 所以 这个时候要注意 看 数学的一种美 叫对称美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背积函数 作为y的函数 显然是谁 G函数 那么背积函数 是y的G函数 0x积分 我们知道 这就是一个什么 O函数 原来这个F是O函数 那你要求这个局限上最大最小 那现在只需要求谁啊 0到正五 这就变得简单了 那么怎么得求 0到正五 上最大最小值呢 那一般方法是 求导数先找注点 然后呢 再把可能取得起之前 海数只跟端点做比较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 求导数找注点 那么这个导数一求以后 是T立方 一负T立方 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大家看 这个导数是大于等于0 海数是单到增了 既然单到增 那的最大最小值就在两个端点 所以0点就是最小值 但是0点等于谁呢 就等于0 那么这个右端点是谁啊 无穷 那么F无穷是谁 F无穷实际上就是 0到正五穷的技能 所以我们只要算出 这样一个基本值 问题就解决了 如何算这个反常基本呢 你看这是密函数乘指数 这一看就是要分布 谁先凑进去 肯定是把指数凑进 指数成多这样是 凑指数 连续用前面这个求导降低次数 把这个一网里边一凑 前面就是外平方 分布基本一次 它的第二项就 一复外方出来 外方求到 这就是外 在这个外呢 可以拿来凑 复外方的微分 所以第二项也好算 最后就算出 这个是二分之一 那么大家注意 它这个导数呢 我们写的大一等于0 实际上只是在 左段点等于 里边都是严格大一等 所以它是严格 但到真的 那这个值 它是达到不了的 但是这个零点能到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F大于等于0 而小于二分之一 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证明题 就是证明一个变上限的 类次其中所定义的函数 它的函数值 介于这两个长数之间 实际上就是要求它的最大最小值 那么第一步就碰到求导数 这个导数不好求 是因为内外上限都有T 所以我们一交换次序 那这个时候 并且内层就算出来 就把它归结为一个一元函数 求最大最小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注意到 它是个欧函数 所以 副无穷的正乌群 求最要更小 就变成了半个区间 领导正乌群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这是个欧函数 那这个地方还蛮安排的 看 X大于0 导数大于0 小于0 导数小于0 你还得两边讨论 那就慢了很多 所以呢 就注意这个数学的这种对称美 这是我们做题的时候 一种 这个一种基本的修养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题才可能做得快 速度快 准确率高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38题 下面我们来看39题 这个区地呢 是0202的正方形 另外呢 这个要计算 这样一个积分 这个积分里边呢 带有一个绝对值 这就是带绝对值的 二重积分的计算 最后要证明下面这个阶段 那我们知道 就是对这种带有绝对值的积分 在1元里边是分区间 那条绝对值 在多元里边 因为是二重积分 这是个平面域 就是分区域 拿到绝对值 怎么分区域呢 那就是另 里边等于0 那得到一条线 就是x乘外等于1 用这个等轴双曲线 把它划分开 为什么要用它 把它划分开呢 我们在这画一下 这个区域 看 为什么要划分开 因为你要拿到绝对值 因为你要拿到绝对值 就得知道 里边是正还是负 这一条线给你划分以后 在分开的那两个区域上 这个背景函数在里边是很正 或者很负的 那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呢 x乘外等于1 这是那个等轴双曲线 那么这两个等轴双曲线呢 就把这个区域呢 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两个部分上 分别要拿到绝对值 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呢 就这个你看 它这个写的比较简单 但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它应该是这样来的 就是把这个的 比如说这个叫做第一 这个叫做第二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B 应该等于谁 应该等于这两个区域上 区域加起来 那也就是说 它应该等于第一上的区域 加上谁 第二上的区域 但是在第一上呢 注意 这个x乘外是大于1的 所以这个上是正的 绝对值得别是正的 这个上呢 绝对值得也是负的 这样在这个上是正的 那这个地方 直接就把绝对值当掉 那就是x乘外减1 第四个嘛 然后呢 加上这个绝对值里面是负的 拿掉几对加符号 那就是1解x1 然后第四个嘛 完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 本来应该是这两个直接算 大家注意 这两个要直接算的话 谁好算 这个应该好算 这个你先y也好 先x也好 好算 但这个呢 好算 不管你先对y 还是先对x 你都得分两块 所以这个怎么算 比较好算呢 注意 用减法 你注意这个等于谁 这个减分 是不是又等于 它在地上的减分 减去谁啊 减去它在地上减分 说它这个背景函数 在整个正方形上的减分 把这个上减分一减 那不是刚好是它吗 那这个时候注意 整理一下 你看 这个呢 它在第一上的减分 这是1减xy 把负号拿进去 实际上这一项 正好跟这一项是一样的 所以 最后就等于谁 就等于 这个1减xy 在地上的减分 实际上也就这个减分 加上这个减分的二倍 所以就二倍的它 是这样来的 你看 这个呢 就是这儿的1减xy 在地上 就这个正方形上减分 所以是0r 0r 然后这一项 跟这一项就合并了 所以是2倍的 第一上的减分 而第一上的减分呢 就采用先y和x 你看y 就是从下面这个 等轴双曲线 到上面呢 y等2 r它的x 就从这个地方的 1 2分之1到2 所以后面的用算 就很简单 所以这个题 定位问 实际上就主要是 处理带有绝对值的减分 它的基本方法就是 第一部分区域 拿掉绝对值 往往分掉以后呢 这两项 一项好算 一项不好算 不好算 那一项 比较一种常用的思想 那就是用它在整个区域上 减去它这个区域上 用减法 这种问题就变得简单 变得这种题目呢 很有规律 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思想 做起来比较方便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呢 是这个问题 它说 如果F在D上连续 并且F基本等于0 XY乘F基本等于1 然后让我们证明 区域上至少有那么点 可思一塔 使得F在那里 函数值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B分之1 B是谁啊 B就是它呀 那怎么把这些条件 跟它联系起来呢 这个时候大家也没注意 你看 这个背景函数 F前面是1 这个背景函数 F前面是X乘外 你这个B不是 X乘外减1的绝对值的积分吗 所以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 这个积分 减这个积分 这一减的话 里边是不是就出现了 X乘外减1啊 这就是这个题的 一个突破口 所以呢 那我们看 这个反正方式 后来想到的 那就首先是 他减他 那么他减他呢 这个积分应该等于1 然后呢 因为这要整绝对值 所以我们两边 1的绝对值 还是1 但是呢 再注意 积分的绝对值 不超过绝对值的基本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想到反正方呢 你不是让我证 这个有一点上 凯数值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1分之1吗 那大家想 到这来以后 你看 如果这个 没有后面这个F的话 这是刚好等于B 但是现在有F啊 它让你证明 有一点上绝对值 大于等于1 但是反过来 你想 如果在这个区域上 F的绝对值 是严格小于1分之1的话 那这个积分 是不是就小于谁啊 就小于D 然后X乘外 减1积分D sigma 如果你严格小于B分 严格小于B分之1 那就是这个D sigma 然后乘上一个谁啊 乘上一个B分之1 但是呢 这个可等于B 所以这就等于B乘上B分之1 但是呢 这个不是就等于1吧 那你看这矛盾呢 你看到没有 1就小于谁啊 小于1 1怎么能严格小于1 矛盾就出来这样 所以证明完了 所以这个反正法 是后来从这想到的 但这个题呢 就证明第二问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B以后 那怎么把这个条件 跟这个B联系起来 那就看出这两个结封相间 它前面会出现 X乘外减1 就跟B联系起来 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十九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四十题 FG都是01上的连续函数 毕竟都是单调增的 然后要证明 这样一个积分不等式 那么这个呢 本来是一个1元的积分不等式 但是注意 这个在1元的情况下 证可以证 但是有些麻烦 那么我们注意到是呀 这个地方出现了 两个定积分的成绩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用二重积分 证1元不等式 讲过一个长远的思想 就是第一 出现两个定积分成绩 就可以考虑二重积分 那么证明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乘积呢 其中里边 有一个里边 这个X给它变成Y 把它划成一个二重积分 然后用二重积分来证 这就是个基本思想 那我们要证明 他大于等于他 实际上也就要证 他减他大于等于点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看 它们两个相减 但是这个时候思想是什么 就是画二重 这边是有两个相乘吗 怎么画二重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那就说 我把这个其中一个 给它写成谁 这个写成Y 这个写成DY 那么这样两个定积分的成绩 实际上就等于谁 就等于FX乘GY 这个二元函数在D D是谁 D就是这个正方形 就是X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一 Y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一 也就是第一向线 这个正方形上的二重积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后面 这两个相乘 已经划成这个上的二重积分 那么现在呢 前面这个又不是两个定积分相乘 那么我们也想把它划成 这个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实际上大家这样想就比较简单了 你注意 这个积分出来它是个常数 如果把这个常数拿来 再对Y积分 从哪 零到一积分 是不是等于这个常数 乘这个区间长度 那不是还是它吗 哦 那原来就是它呢 就可以看作是FX乘GX 先对X零一积分 再对Y零一积分 那实际上也就是它 在这个正方形上的二重积分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定积分 也能写成这个区域上的 一个二重积分 这实际上是这个区域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完了以后呢 你看这是同一个区域上的 让积分相减 那最后就变成 被积函数相减积分 诶 那有同学说 那我只要证明这个大一等一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大一等一零 那你注意 那如果被积函数很大一等一零 那就证出来了 那么被积函数呢 大家注意 因为这个F只告诉单增 正负不知道 这个GX解GY G当然单增 那么这个呢 如果X大一万 那这个时候它是大于等一零 小于外它是小于等一零 所以主要是这个里边的正不好 不好判定 那么此时注意 就把它整个这个就划成 这个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这是1 这是1 但是注意 这个区域呢 这是个正方形 那么它呢 有一个对称形 它是关于Y等于X对称的 那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二重积分的积分域 关于Y等X对称的话 那这个XY对调值就不变 对调值不变 所以这个时候常用的就是 它就等于 这你看等于一对调 这X变Y 那这YX变Y Y变X 这两个相等 你两个相等 你两个什么都应该等于 1 2分之1的 你两个加起来 但是注意 这两个一加呢 这个地方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你注意 这是个GY减GX 这是GX减GY 那如果提出来一个以后 提出来谁啊 我们提一个GX减GY 就提了它 但是这就变成有一个减号 所以提走以后剩下谁 FX减FY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 当然X和Y谁大谁小 我们不知道 但是由于它两个都是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 不管是X大于Y 还是Y大于X 这两个相乘 肯定是大于等于0的 因为如果X要大于Y的话 这两个都是大于 大于等于0 如果X小于Y 这两个都是小于等于0 总之一乘始终是大于等于0 由于这个悲基函数大于等于0 所以这个区上二重积分肯定是大于等于0 那么既然它两个相见大于等于0 那就它一定大于等于它 证明完了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 一元定积分的不等式证明 但是由于里面出现两个定积分的乘积 用一元不是很方便 我们借助于二重积分 来证明一元的不等式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四十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